直肠癌案例 到醫院開刀 把主廠所有過分全部切齒 然後到兩個月以後 就肝門開始疼痛 痛得不得了 然後就回去找醫生 醫生用了內視鏡檢查說 開刀的地方也沒有異常 整天50小時都在痛 他就開始痛藥 開刀一個月最高量84顆 8個小時出一顆 但是還是不行 還要自己花錢再到藥體去買 更重的都要來吃 大概出了將近一年以後 醫生說你不做人工照合的話 這個已經成常態性 不做人工照合會一直痛下去了 後來在我太太的群職裡 發現了原始點 就到網站去了解 看張醫師的講座跟手法 然後有痛的時候 我太太就按照張醫師的手法按推 真的有效 痛的時間也縮短了 就非常有信心 到2016年的11月 就到原始點來 接受原始點師兄的手法的調整 然後我太太也到廚房去學習 原始點的煮法 沒有到這裡來 也不知道煮菜怎麼做 薑湯怎麼煮 後來我們在家裡就按照正確的方法 在家裡做 從11月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了 真正符合原始點的處理方式 大概只有最近的三個多禮拜 其中包含了運動 從爬樓梯到助攻 每天陪我去爬山 找出原因後 跟這個出法做法一切符合以後 就完全改善不再痛了 煮痛了也一個多月沒出了 現在我的體育恢復的狀況很好 甚至能夠幫我的太太 按照原始點的按推保養了 其實要真正的落實 才能完全改善 感謝原始點 感謝張醫師 謝謝